惠珍看着青梅竹马的初恋 从当初的小胖子变成眼前的大帅哥 承俊挥着手向他走来 最后却从他身边经过 静止走向身后的大美女 惠珍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原来小时候的惠珍是个十足的美女 在学校拥有超高人气 而那时的承俊是个小胖子 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嘲笑 每当这时候 惠珍都会挺身而出帮他解围 承俊得知美女不是惠珍 便再次拿起电话 可惠珍早已自卑地躲在广告牌后面 忽然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 因为这幅容貌受到的歧视和嘲笑 依依浮现在眼前 因为家里破产 她不仅失去了优渥的生活条件 曾经让人羡慕的漂亮脸蛋 如今也变成了一张雀斑脸 她失落地走在路上 碰巧遇见了自己的闺蜜下令 她将成俊的变化告诉闺蜜 闺蜜鼓励她勇敢去见面 可惠珍却不敢冒险 她不想破坏自己在成俊心中的美好 更不想让她知道 如今的自己还是个一事无成的闲人 看着眼前漂亮的闺蜜 惠珍突发起想让她帮自己一个忙 成俊还耐心地等在原地 夏立悄悄走到身后喊着她的名字 成俊见到朝思暮想的人 激动地上前抱住她 喷泉似乎也感受到她的幸福 应声起舞 只有一脸失落的惠珍站在不远处 看着初恋和自己的闺蜜拥抱 夏立按照计划和成俊来到餐厅 惠珍在一旁悄悄观察他们的动向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夏立问起成俊的父母 成俊不解地看着她 一旁的惠珍也受到惊吓 急忙站起来一通比划 幸亏闺蜜能明白她的意思 知道自己快要露线的时候 集中生智转移了话题 这才勉强过了一关 可是没想到一波才凭一波又起 成俊说起小时候两人的拼图 闺蜜自然不知道这些细节 只好装作不舒服等着惠珍的提示 惠珍情急之下将答案写在纸上 成俊没想到她居然还能记得 她说起两人小时候相处的时光 惠珍边听边露出幸福的微笑 可是当成俊说想念自己的时候 她又有些失落 果然美好的事情适合留在回忆里 夏立按照惠珍的指示 告诉成俊自己要出国留学 成俊听到后有些不知所措 她没想到刚见面就要面临分别 夏立想尽快结束这次见面 于是向成俊提出告辞 成俊忽然想到了什么 请她稍微等一下 自己则快速跑开 等她再回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一个礼物盒 她将盒子交到夏立的手上 告诉她这个可以帮忙挡去不喜欢的东西 在最后告别的那一刻 成俊忍不住再一次抱住她 躲在暗处的惠珍泪水不禁湿了眼眶 夏立将礼物盒交给惠珍 并告诉她礼物的含义 惠珍打开盒子看到是一把雨伞 原来成俊一直都记得自己不喜欢下雨 惠珍看着成俊发给自己的邮件 想着曾经的甜蜜时光 她决定将这份初恋的美好留在心底 于是删除成俊发来的所有邮件 打算告别过去重新开始 找工作处处碰壁的惠珍 这天惊讶地发现自己被一家公司录取 于是开心地和闺蜜狂欢庆祝 她满怀激情地来到公司楼下 正在为自己加油打气 却被一个貌事鬼撞倒 这时候一个小伙子耍帅不成 将口香糖掉在地上 就在她乱腰去捡的时候 惠珍从她身后经过 直接被绊了一个狗吃屎 男子急忙上前查看她的情况 惠珍转头看见不远处的口香糖 还以为是自己的门牙被摔掉了 和惠珍一起入职的还有一位美女 领导以貌取人忽略惠珍 可她还是激情四射地做了自我介绍 并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会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工作 发工牌的同事 对她俩的态度是天差地别 可是惠珍对此并不在意 她还沉浸在新工作的喜悦当中 入职第一天 惠珍就被领导当成一个跑腿 不仅要负责采购物品 还要逐层张贴宣传海报 惠珍对此都毫无怨言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领导派惠珍去给编辑部送物品 这里的工作气氛立刻吸引了她的目光 她刚把箱子放下 就被一个领导模样的女人 只派自己去发快递和翻译资料 惠珍虽然一脸懵圈 可还是照做了 她将快递交给楼下骑摩托的金鹤 金鹤也是一头雾水 抱着箱子愣在原地 惠珍正投入的翻译资料 忽然金鹤又给她送来一打 惠珍正要问清楚怎么回事 女领导却又吩咐她去给摄影棚送咖啡 惠珍提着咖啡来到摄影棚 在这里又见证了另一番天地 此时编辑部的翻译匆忙赶来 大家这才明白刚刚用错了人 第二天领导通知惠珍到编辑部报道 于是她抱着箱子来到编辑部 这里的同事还算热情友好 她正在跟闺蜜讲述自己的离奇经历 忽然同事们都站起身 她也跟着起身看向门口 这一看不要紧 自己的心脏差点就要跳出来 自己千方百计想要逃避的人 此时就出现在门口 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成俊的突然出现 直接吓飞了惠珍的三魂六魄 她急忙藏在桌子底下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成俊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 惠珍却趁机悄悄溜了出去 惊鹤看着逃跑的惠珍一脸疑惑 惠珍躲在楼道里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她没办法平息自己的情绪 这时候闺蜜打来电话 惠珍将这次突发事件告诉她 闺蜜极力劝她冷静下来 可是惠珍心里的不安却丝毫没有减少 关键时刻闺蜜想到一个办法 惠珍跪在地上死死抓住部长的裤腰带 祈求她把自己再重新调回来 部长无奈地告诉她 这件事她也无能为力 惠珍急得在地上撒泼打滚 部长只好把事情告诉她 原来编辑部的老大是老板的亲妹妹 没有人敢在她的手下抢人 如果想要离开只能辞职 惠珍在门外偷偷观察里面的情况 她看着办公室里的成俊 心不在焉地听着组长的话 她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组长对她的请求视而不见 不由分说地拿出一堆时尚杂志 让她尽快完成翻译 她正要解释 成俊忽然走过来 她被吓得再一次藏在桌子下面 惠珍在看见成俊的一瞬间 就像出电一样仓皇逃跑 她躲在厕所向闺蜜求助 闺蜜鼓励她要勇敢面对 惠珍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走出来 可是在见到成俊的那一刻 她还是下意识地跑开 原以为跑进电梯可以松口气 没想到成俊就站在旁边 惠珍简直被吓个半死 她只希望电梯能快点下去 可是偏偏事与愿违 电梯在此时出现故障 惠珍疯狂地拍打电梯门 被成俊严厉制止 她淡定地按下求救按钮 惠珍迫不及待地爆出被困的楼层 惹来成俊一脸的嫌弃 惠珍紧张地牙齿直打颤 偏偏在这时候电梯的灯又熄灭了 长时间的缺氧让她有些站不稳 成俊还以为她有幽臂恐惧症 惠珍表情痛苦地蹲在地上 忽然成俊将一只耳机塞到她耳朵里 惠珍立刻安静下来 她转过头深情地看着成俊 这一刻 他们仿佛又回到小时候的那个下雨天 这时候电梯门忽然打开 成俊毫不犹豫地收回耳机 头也不回地走掉 留下独自伤感的惠珍 工作中的成俊高冷帅气 惠珍偷偷看着她 不由自主地发期待 同事的喊声让她收回思绪 急忙跑过去送水 就在这时忽然听到成俊一声怒吼 成俊粗鲁地一把将她拽出来 这才发现 原来是和自己困在电梯里的人 两个人同时低头 看到了惠珍破洞的袜子 成俊不由地发出一声嘲笑 惠珍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组长急忙上前帮惠珍解释 说她只是临时帮忙的人员 成俊居然庆幸她是个不相干的人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惠珍的内心 眼前的成俊让她感到很陌生 身上丝毫没有当年小胖子的影子 编辑部的老大忽然来到拍摄现场 她将惠珍叫到面前 对她的头发很不满意 惠珍解释说自己是天生卷发 成俊忽然回头看了她一眼 老大这时候又注意到她祈求的衣服 现场立刻一片尴尬 她告诉惠珍即使是临时工 在她面前也要保持时尚的品味 惠珍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幸好组长及时帮她解围 惠珍在现场就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 卖力地干活 拍摄结束后人群悉数散去 惠珍拍打着酸痛的肩膀 成俊看了她一眼 面无表情地转身走掉 惠珍拖着疲惫的身体 坐在公交站的椅子上 看着广告牌上光鲜亮丽的模特 她的心里感到莫名的失落 闺蜜这时候过来接她回家 看见憔悴的惠珍有些心疼 惠珍告诉闺蜜 面对成俊的时候 她紧张得都不能正常地呼吸 说着便打开车窗 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这时候成俊的车正好停在她旁边 可是两个人都没有注意到彼此 就在他们转头的一瞬间 一辆满载鲜花的摩托挡在中间 他们就这样又一次擦肩而过 成俊看着窗外的下雨天 想起小时候惠珍遇水就会炸毛的头发 为了让她统一阵容 强行被惠珍拉去烫了的羊毛卷 想到这里 成俊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 惠珍发现成俊给自己发来邮件 询问她留学的情况 闺蜜集中生智 把自己旅游的照片发过去 这才平息了这场危机 惠珍受不了这种压力决定辞职 闺蜜知道她为了这份工作有多努力 于是强烈地反对她这么做 惠珍却告诉她 自己根本无法面对成俊 她不想让自己像小丑一样 在成俊面前自卑地生活 她最终还是将辞职信放在部长桌上 惠珍刚走进办公室 就和女同事小美撞衫 她兴奋地问小美 是不是某多多搞活动一元抢购的 小美不甘心被瞧不起 让男同事为自己作证 自己的衣服是名牌 男同事却不给面子地说 两件衣服看起来一样 就在这时候 成俊召集大家开会 组长让惠珍负责会议记录 她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心想这件事过后自己也就辞职了 成俊希望会议能短暂高效 吩咐大家只说重点就好 可是还没等一轮汇报结束 大家的方案就被她全部否决 这时候成俊注意到坐在角落的惠珍 让她发表自己的意见 惠珍没想到自己会被点名 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 组长解释说她只是负责会议记录 成俊看着支支吾吾的惠珍 说她坐在这里也是浪费空气 于是无情地将她赶出了会议室 成俊失望地把大家的劳动成果扔在地上 宣布第二天重新召开会议讨论 随后变气呼呼地离开 惠珍想着成俊对自己的冷嘲热讽 心情不免有些失落 成俊发现她在看着自己 马上将窗帘放了下来 惠珍抱着快递正要往回走 转头撞到了成俊 她伸手将惠珍抱住 让她扔在地上 惠珍面对无端的指控 终于要开始反抗 她准备上去找她理论 就在这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惠珍向成俊解释自己的行为 因为紧张变得语无伦次 这在成俊的眼里却成了语言障碍 惠珍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让她处处针对自己 成俊坦言她是自己最看不上的一种人 可是却偏偏名字叫惠珍 她警告惠珍自己随时可以开除她 惠珍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自己的笨拙 变误了她心目中初恋的名字 惠珍一下下把凉水泼在脸上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的成俊 已经不是她当初认识的小胖子 成俊无情地讽刺彻底激起她的胜负欲 她猛然想起放在部长桌上的辞职信 看看手表就快来不及了 她刚跑进办公室 正好看见部长拿起信封 她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把信封抢过来撕个粉碎 惠珍正在滔滔不绝地吐槽成俊 没想到她忽然走到身后 同时用手示意她别说了 她这才回过头 惊讶地发现成俊就站在身后 她慢慢走到惠珍身边 伸手拿走她桌上的文件 还嫌弃地朝她吹了口气 成俊和夏立在酒店擦身而过 就在她开车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从倒车进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夏立刚刚走进大厅 忽然被人从后面抓住手腕 她惊讶地瞪大双眼 成俊问她怎么会在这里 她马上热情地抱住成俊 偷偷将自己的工作牌扔掉 成俊面无表情地等着她的解释 夏立紧张地一边抖腿 一边飞快地转动脑筋 她强行找了一个回国的借口 自己都觉得是在胡扯 没想到成俊却相信了她的话 甚至为两个人的再次见面 感到非常开心 夏立想找机会跟惠珍说 自己见到成俊的事 可是惠珍一门心思的 在发泄自己对成俊的各种不满 她警告夏立不要在她面前提起这个人 夏立看到她的反应这么强烈 最终选择隐瞒两人见面的事 成俊正专注地看着平板 她看向周围并没有发现那个熟悉的声音 但她不知道的是 真正的惠珍就在她的前方 成俊再次通知大家开会 惠珍决定让她见识一下自己的能力 可是打脸实在来得太快 惠珍表情痛苦地看着同事们发言 那些专业词语对她来说 就像是天书一样 说好的发挥超强能力 结果还是不断地出错 成俊强忍着怒火发出一声叹息 惠珍把整理好的会议记录交给她 成俊却却将她扔在一边 她问惠珍是不是走后门来公司的 她不但怀疑惠珍的能力 也不屑和她一起共事 成俊的冷酷让惠珍再一次受伤 惠珍帮同事整理物品 她这才发现自己对时尚 简直一窍不通 偏偏这么丢人的一幕 还被成俊看在了眼里 惠珍向夏丽抱怨工作上的烦恼 夏丽反问她是不是真的尝试努力过 夏丽一语惊醒梦中人 惠珍决定开始改变 她彻夜翻看时尚杂志 并认真地做好笔记 身为时尚达人的夏丽 不遗余力地帮她解答疑问 在闺蜜的鼎力相助下 惠珍的时尚敏锐度 简直是在飞速提升 她的服装搭配意见 甚至得到编辑部长的认可 成俊终于拿正眼看了看她 再次参加部门会议 她惊讶地发现 那些难搞的专业术语 居然能够完全听懂了 她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 忘记在开会的她瞬间射死 夏丽一个人在酒吧买醉 喝到不省人事 旁边一个色迷迷的男人盯上了她 惠珍这时候打来电话 八台小哥告诉惠珍她的朋友喝醉了 并且把酒吧的位置告诉了她 色男人上下打量着夏丽 猛地喝下一口酒为自己壮胆 她坐到夏丽身边开始搭讪 嘴里熟练地说着土味情话 夏丽虽然醉得厉害 但是还保留了一些理智 色男人看着夏丽的超短裙 以为她是个随便的女孩子 便提出跟她出去玩玩 夏丽说像她这样的垃圾 最好离自己远一点 成俊这时候及时赶到酒吧 正看见两个人在拉扯 于是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这时夏丽顺手抄起桌上的物品 砸向色男人的头 对方也不甘示弱出手还击 成俊挡在夏丽的身边 避免她受到伤害 色男在厕所查看自己的伤势 这时候成俊走进来 她威胁男人在三分钟之内 向夏丽道歉 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色男不懈地看着成俊 想她也不能拿自己怎么样 时间一点点过去 成俊看着这个无耻的男人 不慌不忙地撸起了袖子 成俊扶着夏丽走出酒吧 与此同时 慧珍正好走进来 他们完美地错过了彼此 慧珍没有看到夏丽的身影 却遇见了鼻青脸肿的色男 慧珍向服务员打听夏丽的去向 小伙子告诉她 夏丽刚刚被一个男人带走了 成俊带夏丽到医院包扎伤口 夏丽在登记个人信息的时候 下意识地打算写出自己的名字 差点暴露了真实身份 在护士的提醒下 夏丽才注意到成俊也受了伤 却被成俊无意中打断 她带着夏丽来到自己喜欢的餐馆 点了最喜欢喝的汤 再一次说起自己的妈妈和童年的事 夏丽心里明白她的这些话 都是说给慧珍听的 自己只是一个冒名鼎屁的初恋 想到这里心情忽然很失落 看着眼前这个温暖的男人 夏丽终究还是选择隐瞒真相 慧珍在门口焦急地来回躲步 终于等到回来的夏丽 看见她受伤更是心疼地要命 夏丽看着要带上慧珍的名字 心里很不是滋味 偏偏这时候成俊又发来关心的问候 夏丽的心彻底被搅乱了 成俊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错将花瓶荡成咖啡拿起来就喝 被服务员贴心地拦下来 她正准备离开这里忽然接到一通电话 于是在就近的座位坐下来 她感觉自己做到了什么东西 拿起来看到是一个很少女的笔记本 此时头顶传来一个声音 成俊抬起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 这时会珍急匆匆地赶到咖啡店 正好看见成俊和妹妹在友好的握手 她的魂都要下飞了 正准备逃跑却被人群又挤了回来 情急之下只好躲在海报后面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惠珍害怕不靠谱的妹妹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成俊 她悄悄来到柱子后面给成俊打电话 她谎称部长要找她让她赶紧回公司 成俊信以为真不舍和惠玲告别 惠珍急忙跑到妹妹面前 紧张地问她跟成俊说了什么 有没有透露自己的信息 还好妹妹什么关键词都没说 这才让惠珍松了一口气 成俊来到部长面前反倒把她吓了一跳 部长说自己并没有找过她 这时候惠珍走过来 尴尬地解释说是自己的失误 成俊感觉自己被人耍了心情很不爽 惠珍看到镜子里忽然出现部长的脸 说着嫌弃自己的话 她开始试着改变自己的形象 成俊被忽然出现的女人吓了一跳 细看之下才发现原来是惠珍 她不由地发出一声长叹匆忙走开 这时候惠珍露出一张浓妆艳抹的脸 成俊因为要在车上处理工作 需要一名下属为自己开车 大家互相推托谁也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 惠珍暗中使坏让惠珍举起手 大家为此一阵欢呼 惠珍正在和惠珍理论 小美却将车钥匙交到了她手上 成俊发现为自己开车的是惠珍 对她的技术提出质疑 惠珍告诉她自己可是满分拿到的驾照 为了缓解车里尴尬的气氛 惠珍努力地在找话题 可是沉迷工作的成俊无情地打断了惠珍的话 她只好无趣地闭上嘴 惠珍再三向她确认目的地 可是专注的成俊并没有听到她的话 直到她停下手里的工作看见路边的指示牌 才发现他们走错了方向 两个人立刻陷入一片混乱 幸亏成俊发现还有一条路可以返回 偏偏这时候又遇上了大堵车 成俊紧急通知下属去现场支援 惠珍焦急地从车里探出头 忽然发现了什么 她匆忙下车跑出去和前面的男人说着话 成俊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惠珍跑到成俊面前 将她拽到摩托车旁边 成俊用全身的力量都在抗拒着 惠珍不由分说把她推上去 叮嘱司机一定要按时将她送达 成俊因为这次的突发事件迁怒惠珍 惠珍努力忍住自己的情绪 可她还是不甘心被冤枉 积攒的委屈终于在这时候爆发 她则被成俊的自以为是 成俊开着车扬长而去 留下独自伤感的惠珍 惠珍因为成俊对自己的偏见 情绪低落借酒交愁 惠珍看见独自喝酒的惠珍 主动留下来陪着她 惠珍借着酒精疯狂吐槽成俊 她也只能在这时候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 而此时那个罪魁祸首 正开心地陪着冒牌的初恋打球 这时候的她是个十足的暖男 不仅会逗女孩子笑 还会细心地用外套盖住女孩的超短裙 夏丽也因此彻底爱上这个男人 惠珍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 惠珍贴心地护在她的身后 醉酒的惠珍迷迷糊糊给成俊打电话 把清醒时不敢说的话一股脑全说了一遍 平时伶牙利齿的成俊都被她气得哑口无言 惠珍一早被宿醉折磨的狂吐 夏丽问昨晚送她回来的男人是谁 她这才记起昨晚和她一起的金鹤 懊恼自己这下丢人丢大法 惠珍猛然发现自己酒后和成俊的通话记录 努力回想昨天的经过 这时候金鹤忽然来了 惠珍向她询问昨天酒后打电话的事 金鹤绘声绘色地向惠珍描述她昨晚的奇葩行为 惠珍庆幸自己没有暴露身份 金鹤看出是有蹊跷 但是被惠珍巧妙地搪塞过去 金鹤以此要挟惠惠珍请客吃饭 惠珍装失意不认账 成俊此时走进大厅 正巧看见他们嬉笑打闹的场面 部长上来就给了成俊一个法师的问候 并当众宣布晚上聚餐 成俊想再次拒绝被部长驳回 大家一起来到酒吧 成俊借口还有工作不肯喝酒 同时为了部长的面子跟着起火 眼看部长要逼着自己喝浇杯酒 成俊毫不犹豫地拿过酒杯一饮而尽 随后便转身离开 惠珍走出房间接听夏立的电话 金鹤悄悄跟出来将她吓了一跳 两个人正在说着话 远处的成俊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 二人赶紧跑过去查看 他们将成俊送回家 金鹤嚷嚷着要喝水 惠珍打开冰箱 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满满的都是水 惠珍颠走边想着成俊一个人的生活 金鹤不断在一旁捣乱 她生气地质问金鹤为何总是捉弄自己 金鹤说她向自己去世的妹妹 惠珍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正要打电话向她道歉 忽然响起手机丢在成俊家 她成功破译门口的密码悄悄潜入成俊家里 这时候她注意到了成俊珍藏的拼图 那是只属于他们的甜蜜回忆 就在她伸手去碰的一瞬间 身后传来成俊的声音 就这样拼图被摔碎了一地 成俊好奇地问惠珍怎么在她家里 惠珍紧张地语无伦次 面对成俊的咄咄逼人 惠珍只想快点离开 她想去收拾地上的碎玻璃 被成俊一把制止 惠珍走出家门才发现慌乱中 错穿了成俊的皮鞋 她正在纠结要再怎么进去 房门忽然打开 成俊拿棍子挑着惠珍的鞋 示意她赶紧换过来 惠珍小声吐槽成俊一杯倒的体质 成俊忽然开门出来 惠珍被吓得赶紧逃跑 惠珍偶然间发现了缺失的那块拼图 当时的记忆再次出现在脑海 原来这块拼图是他们小时候甜蜜的约定 惠珍加班结束准备离开 看到成俊的办公室亮着灯 以为是她忘了关于事便走了进去 她好奇地把玩着窗户的遥控器 还学着成俊的样子 坐在她的椅子上感受当领导的感觉 身后的人形模特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恶作剧的摇晃模特 不小心将胳膊扯了下来 她慌乱地正准备装回去 忽然听到门外成俊的声音 情急之下躲进了衣柜 她听到成俊说起停刊的事 衣柜门猛然被打开 惠珍大叫一声把胳膊扔给了成俊 成俊问她听到多少电话里的内容 惠珍没有隐瞒实话实说 成俊警告她必须保守这个秘密 惠珍像捣算一样点头答应 离开的时候她的包忽然被卡在门上 惠珍尴尬地赶紧跑掉 却不小心将拼图碎片掉在地上 两人在电梯里默契地偷偷看着对方 成俊注意到惠珍手上的伤口 想起昨晚玻璃碎片上的血迹 她正犹豫着要关心一下 电梯门忽然开了 到嘴边的话还是没有说出口 惠珍以为她在说打碎拼图的事 不由地伸手去拿口袋里的碎片 这时候才发现碎片不见了 她突然想起昨晚包被门夹住的情景 惠珍在地上爬来爬去寻找碎片 终于在桌子下面发现了她 她费力地将碎片扫出来 正高兴的时候 被走来的同事一脚踢进成俊的办公室 惠珍借着给成俊送邮件的机会 偷偷看向她的鞋 她故意将桌上的鼻桶打翻 趴在桌下看到成俊鞋底的碎片 正想办法取来的时候 成俊忽然低下头看过来将她吓了一跳 惠珍紧紧盯着成俊的鞋 忽然看到碎片掉下来 她正要回头看的时候 被金赫一把抱住 这让周围的人大跌眼镜 金赫悄悄把地上的拼图碎片划到脚下 成俊一脸嫌弃地使劲推开她 尴尬地看着同事们 金赫说自己在写这方面的文章 想拿她来实验一下同性在一起的感觉 说着又张开手要抱过来 成俊惊恐地躲开她赶紧离开 金赫将碎片还给惠珍 问她是不是如果被成俊看到 就会识破她初恋的身份 原来惠珍醉久的那天 把自己和成俊的关系说了出来 惠珍此时反而感觉一身轻松 金赫问她为什么装作不认识 惠珍告诉她自己小时候是个美女 她觉得如今这样的形象 配不上优秀帅气的成俊 她不想破坏自己在成俊心里的那份美好 所以才会选择躲起来 金赫认真的说现在的她也很漂亮 惠珍却以为她是在安慰自己 她因为上次妹妹的事情向金赫道歉 并提出自己当她的妹妹 金赫欣然接受 马上让她伺候自己吃饭 而远处路过的成俊 无意中看见了他们一起开心打闹 第二天成俊看见惠珍从自己办公室出来 进去看见桌上多了一份午餐 她看着外面的惠珍心里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成俊看见惠珍手上贴着开胶的窗壳贴 还要帮别人处理善后 莫名有些生气 她将惠珍带到休息区 拿出新的窗壳贴让她换上 看着惠珍笨拙的动作 成俊一边唠叨一边又贴心地帮她处理好 惠珍对她突然的关心有些不可思议 成俊在路上看见一起交通事故 这让她想起了因为车祸去世的妈妈 心里的恐惧让她几乎喘不过气 她慌乱地解开安全带走下车 公交车上的惠珍看见倒在路上的成俊 急忙下车跑过去 成俊嘴里轻声地喊着妈妈 惠珍猛然间想起 曾经那个下雨天害怕坐车的成俊 嘴里也是不停地喊着妈妈 惠珍脱下外套撑在两人头上 不停地安慰她 成俊慢慢抬起头看着惠珍 时间仿佛回到了15年前的那个下雨天 成俊伸手去抚摸惠珍的脸 两个人在雨中深情地对望着 就像小时候的那个下雨天一样 惠珍将成俊扶到旁边的座椅上 成俊被动得瑟瑟发抖 惠珍想要送她去医院 可是成俊却请求惠珍离开 看着她祈求的眼神 惠珍明白她不想让她看见自己脆弱的一面 惠珍偷偷为她叫了代价 反复叮嘱司机将她安全送回家 夏丽给成俊打电话 得知她身体不舒服 急忙道别金鹤赶到了成俊家 她正要打电话 成俊忽然打开门 虚弱地趴在她肩上 夏丽手忙脚乱地在厨房煲汤 吵醒了昏睡中的成俊 她问夏丽约她见面是有什么事 夏丽再次撒谎说只是为了还她衣服 她心虚地催促成俊赶紧去休息 惠珍正在纠结怎么给成俊送药 忽然接到金鹤的电话 于是她拜托金鹤帮自己跑一趟 金鹤还以此威胁惠珍答应她三件事 惠珍为了成俊毫不犹豫地接受 夏丽喊成俊过来喝粥 这才发现她又睡着了 金鹤在电梯口遇见要离开的夏丽 两个人都有些惊讶 金鹤问她为何刚刚忽然离开 夏丽赶紧向她道歉 说自己为了看望生病的朋友 金鹤对此并没有多想 她来到成俊家门口 不停地敲门却一直没人硬打 她忽然想起上次遗落在她手里的房卡 金鹤试了是成俊的鼻息还在 这时候注意到桌上的拼图 她告诉睡着的成俊 天天被她刁难的女孩 就是她寻找的初恋女孩 金鹤嫌弃地闻着餐桌上的汤 喝了怕是要出人命的 她赶紧拿去倒掉 然后换上了惠真煮的粥 金鹤把粥放在成俊旁边 发现她一直在出嘘汗 原来是发烧了 金鹤不仅拿冰毛巾为她降温 还贴心为她吃药 成俊醒来被金鹤吓了一跳 她看到金鹤穿着自己的浴袍和内裤 让她赶紧脱下来 金鹤说着就要脱衣服 成俊忽然又反悔了 金鹤催促她赶快去洗澡 吃完早饭一起去上班 于是她哼着小曲儿去做饭 成俊看着乱糟糟的家 那么昨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惠真接到金鹤的信息 知道成俊喝了粥已经痊愈 这时候夏丽也接到成俊感谢的信息 金鹤一路上都在追着成俊 问她关于内裤的问题 成俊终于忍耐不住想要离开 金鹤闻到成俊身上的香水味 急忙又追了上去 还暧昧地摸了摸成俊的屁股 成俊跟在惠真身后 想起昨天在雨中的情形 惠真关心地问她是否已经好了 成俊却埋怨她不该告诉金鹤 就在这时候惠真的表情有些不对劲 惠真急忙拿衣服去擦 却被成俊大声地制止 她只好抱歉地跑开 成俊看着狂打喷嚏的惠真 想到她是因为陪自己淋雨所以才会生病 于是到药店买了感冒药 她偷偷拿着药进来想找机会送给惠真 组长忽然走过来 成俊急忙躲到一边假装看杂志 等她想再次出手的时候 金鹤将一包药放在惠真桌上 并为她贴上退热贴戴上口罩 成俊看着金鹤对惠真的关心 心里很不适滋味 她偷偷看了看藏在怀里的药 故意为难惠真 然后生气地把药扔进垃圾桶 刚走进电梯听见金鹤的喊声 吓得她赶紧把电梯门关上 惠真看见自己的桌上多了一颗洋葱 金鹤故意捉弄她 说是从国外空运来的价值一百万 看着惠真一脸震惊的表情 金鹤忍不住地坏笑 惠真给成俊送资料 无意中发现电脑上关于洋葱的信息 她这才明白桌上的洋葱是成俊送的 心里忽然被成俊的关心温暖了 成俊看见桌上被精心仰护的洋葱 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 这一幕不但被部长拍下来 还被她拿来调戏自己 成俊指着外面的洋葱自言自语 碰巧惠真和组长走过来 她刚大的做起了广播体操 惠真和组长看得一脸懵圈 成俊关上窗帘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 惠真因为吃了感冒要困得睁不开眼 成俊看着摇摇晃晃的惠真 急忙接住她倒下去的头 刚松了一口气电话铃声又响起来 成俊急忙伸手挂掉电话 她出神地看着睡着的惠真 这时候一个女同事来到他们身后 吓得成俊差点原地去世 回家的路上看着困成狗的惠真不禁开始心疼 她悄悄坐在惠真的身边 让她能舒服地躺在自己的肩膀上 就这样默默地将她送到目的地 惠真看着手里的拼图 想着偷偷发现成俊对自己的关心 不由地心跳加速 这时候的成俊也做了一个惠真同款的洋葱 幸福的表情洋溢在她脸上 成俊直勾勾地盯着惠真 就连惊鹤都发现她的不对劲 惠真抬头撞见成俊的目光 她急忙尴尬地看向别处 惠真被组长临时抓来去出差 成俊知道后表面上一副云淡风轻 当她接到信息说只有他们两人去时 立刻紧张地不知如何是好 两个人尴尬地坐在车里 惠真变着花样调节气氛 都被成俊冷漠地制止 两个人来到一个农家乐 成俊点了这里最好的烤肉 价格贵地让惠真瞠目结舌 成俊说反正是她请客让惠真敞开了吃 老板娘热心地让成俊戴上围裙 只是这围裙上的图案让人有些不忍直视 成俊一边吃饭 还要一边尴尬地护着自己的胸口 接下来更尴尬的是 成俊翻遍身上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钱包 她只好向惠真求助 可是惠真的卡被刷爆了还是差四万块钱 任凭他们怎么解释 老板娘认定他们就是吃霸王餐的 惠真给同事打电话求助被当成了诈骗犯 老板娘还在后面虎视眈眈的看着 没办法只能让他们用劳动偿还 老板娘拿来劳动服让他们换上 成俊看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说自己死也不会穿的 老板娘不由分说把衣服扔到他们头上 下一秒两人就化身成农场夫妇 眼前巨大的养牛场就是两人接下来的工作地点 成俊一脸的不情愿 老板娘说着就要报警 惠真赶紧把他拦下来 两个人在牛棚卖力地干活 惠真还不忘小声埋怨 说他没有钱为什么还要夸海口 成俊反驳他比自己吃的还要多 现在却在一旁说风凉话 惠真还在后悔刚刚不该海誓 成俊劝他还是赶紧干活比较现实 两个人因为用力过猛把对方撞倒在地上 摸了一手牛粪的成俊直接叫出了痛苦面具 看到老板娘来了 两个人不敢再偷懒开始认真的干活 惠真就连工作牌掉落在地上都丝毫没有察觉 整个农场都是两个人忙碌的身影 他们将最后一车牛粪运到粪场 终于结束了这次农场经历 两个人疲惫地躺在石板上 成俊提醒惠真一定要为今天的事情守口如瓶 随后他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手 晃住天空中美丽的云朵 老板娘满意地走过来告诉他们可以洗洗离开了 惠真这才发现自己的工作牌不见了 他着急地不知道如何是好 成俊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 惠真找遍了清理过的地方 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工作证 他崩溃地蹲在地上哭起来 成俊看着伤心的惠真忽然有些心疼他 惠真还在自责懊恼 成俊忽然把名牌递到他面前 惠真立刻洗出往外 问他在哪里找到的 成俊一脸淡定地说是在地上捡的 工作牌失而复得惠真忍不住亲了一口 成俊却差点恶心地吐了 这时候老板娘走过来 问他们为什么要翻开堆好的牛粪 成俊尴尬地为自己狡辩赶紧转身离开 惠真因为他的关心而感动 惠真告诉成俊工作牌对自己的意义 成俊虽然觉得他有些夸张 但是也可以理解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 惠真问成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成俊说是被他打碎的那副拼图 他把手伸到惠真面前 惠真害羞地握住他的手 没想到成俊只是向他要赔偿 他认真记录成俊的账号 可是当成俊说要一百万时 他立刻就怂了 成俊看着这个可爱的女人 脸上忍不住地露出笑容 他们的关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之后他们一起来到了海边 两个人的心情都很好 惠真说要再借一些钱才行 并担忧地问成俊会还钱的吧 成俊着急地说要给他打戒条 惠真说自己只是在开玩笑 夏丽打来电话约成俊吃饭 成俊告诉他自己在出差 这时候惠真也给夏丽打去电话 让他借点钱给自己 因为出差需要急用 夏丽问他和谁一起出差 惠真悄悄告诉他是成俊 夏丽紧张地问他是不是就两个人 惠真说还有其他的同事 夏丽这才稍微有些放心 金鹤得知成俊和惠真单独在一起 还要在外面度过一夜 忽然看到身后牵手的情侣 金鹤为此惊恐不已 成俊在海边设计图片 惠真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成俊因为他的话 想起小时候那些难熬的岁月 完全是因为有惠真的鼓励才撑过来 惠真心里虽然明白 可是他却什么也不能说 成俊说惠真的想法很好 并主动和他激掌 惠真开心地在海边玩耍 成俊的眼光完全被吸引过去 他情不自禁拿起相机拍下这些画面 成俊说要跟惠真一起回去 惠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叫自己的名字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还在讨论 成俊把豌豆一颗颗剪出来 惠真想到小时候的成俊也是不吃豌豆的 不由地笑出声 惠真拿起桌上的魔方 因为成功拼出一面而兴奋 成俊不服气地说 自己在半分钟内就能让他复原 他煞有其事的一顿操作后 手里的魔方却毫无变化 惠真忍不住调侃他智商不够 成俊立刻反驳说 自己玩游戏可是很牛的 两个人在夜色下分享彼此的喜好 他们喜欢的东西竟然都是一样的 两人投入地忘了时间 直到被通知酒吧要打烊了 他们才不舍得离开 成俊再次提起两人淋雨的那天 他很自然地告诉惠真 因为妈妈车祸去世 自己心里留下了这些阴影 说完这些他自己都有些惊讶 惠真这才发现 他认识的成俊并没有改变 他有些后悔当时不肯和他相认的决定 惠真自顾自地说着自己的想法 成俊在一旁听得一脸懵圈 他正要对成俊说出自己的身份 忽然被赶来的金鹤打断 惠真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成俊对大沙风景的金鹤更是一脸很不爽的表情 金鹤的到来打乱了两个人的计划 他说三个人应该去喝一杯 成俊说自己不喝酒正要回房间 可是听到金鹤要带惠真出去 又反悔说自己可以喝点饮料 三个人坐在一起 金鹤说自己着急出门没带内裤 问成俊能不能借给他 惠真一口酒差点喷出来 成俊说自己又不是卖内裤的 为什么每次都问他要内裤 金鹤委屈地说自己只穿内裤睡觉 如果洗了的话那怎么办 惠真终于没忍住满满一口酒喷在桌子上 金鹤帮惠真打开零食袋子 对成俊说他们决定与兄妹相称 成俊没说什么喝了一口酒 金鹤为惠真擦去嘴角的残渣 成俊看到又生气地喝了一口酒 金鹤说为惠真带来一个礼物 他神秘地放在惠真的手里 惠真被吓得大声尖叫 金鹤幸灾乐祸地在一边大笑 成俊看见金鹤紧紧握着惠真的手 心里的醋痰子被打翻了 惠真生气地用力拍打金鹤 这时候成俊体内的酒精起作用了 他直愣愣地躺在椅子上睡过去 两个人把成俊送回房间 惠真贴心把成俊安顿好 金鹤让他去给自己倒杯水 这时候金鹤好奇地打开成俊的相机 渐渐地眉头皱起来 原来相机里都是惠真的照片 成俊看见放在桌上的晚餐 回头看向外面的惠真 隔着窗户说了谢谢 金鹤看着两人的互动心情非常失落 惠真给成俊送过来邮件 问他能不能找时间和自己一起吃个饭 他有很重要的话要说 成俊高兴地答应下来 金鹤问惠真对成俊说了什么 惠真说他约了成俊一起吃饭 打算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 金鹤失落地叹了口气 惠真看见金鹤钱包里狗狗的照片 金鹤说那是自己的妹妹 惠真忽然反应过来 冲上去就要和金鹤拼命 惠真生气地问金鹤为什么这么对自己 金鹤犹豫了片刻 忽然对惠真说自己喜欢他 不想让他对成俊说出真相 也不希望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惠真却以为他又在捉弄人 说自己才不会再上班 成俊和夏立饭后散步 开心地说起出差时有趣的经历 却没有发现夏立的失落 夏立认真地问成俊 是不是因为小时候的感情 才和自己在一起呢 成俊被问得不知如何回答 这时候惠真和金鹤走过来 夏立忽然亲吻成俊 被不远处的金鹤看到 他忽然想起夏立口中不能爱的男人 原来就是成俊 惠真想知道金鹤在看什么被金鹤阻止 他不甘心地想再次回头 忽然被金鹤从背后紧紧抱住 面对夏立的主动告白 成俊在这一刻却犹豫了 她的心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 对于眼前这个女孩 她始终有一些陌生感 金鹤问惠真和夏立的关系有多好 惠真骄傲地告诉她 夏立是比亲人更亲的姐妹 金鹤看着她幸福的样子 不忍心破坏他们的感情 惠真知道夏立有了心爱的人 高兴地要为她庆祝 夏立看着毫不知情的惠真满心愧疚 可是她又无法停止自己的感情 想要再和成俊在一起两个月就说出真相 金鹤再次出现在成俊家 她问成俊对自己的女朋友了解多少 她一有所指地对成俊说道 眼睛看到的有时候并不是全部 成俊对她的话感到莫名其妙 夏立打电话约成俊一起看电影 惠真忽然打开她的房门 夏立立刻紧张地愣在那里 惠真还天真的和电话里的人打招呼 夏立急忙挂断了电话 金鹤要帮惠真提东西 却被她一再地拒绝 两个人在互相拉扯的时候 惠真的鞋底忽然掉了 金鹤趁机要背着惠真走 可是惠真坚持要自己走 金鹤一次次地蹲在地上 忽然裤子被扯坏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她催促惠真赶紧趴到自己背上 好歹能为她遮挡一下 成俊看到金鹤背着惠真边走边聊 眼睛一时间静挪不开 直到撞上了前面的车 还在回头寻找他们的身影 夏立在电影院没有等到成俊 正准备要离开成俊忽然跑了过来 看见夏立紧张的样子 成俊将她抱在怀里 告诉夏立自己以后不会再让她担心 成俊看着惠真的照片出神 惠真忽然走进来 她将早餐放在成俊的面前 成俊冷漠地说自己没有吃早饭的习惯 随后便将食物送给进来的同事 惠真为成俊的态度感到疑惑 成俊痴地看着外面的惠真 万般不舍地关上了窗帘 成俊带着夏立来到电影院 弥补她上次的遗憾 可是整个过程她都显得心不在焉 夏立兴奋地和她分享电影情节 成俊卷假装开心地回应着她 这样的恋爱实在是太累人了 惠真看到绿灯亮起 习惯性地喊出自己的口头禅 听到这个口头禅的成俊一脸震惊 马上追了上去一把拉住惠真 惠真看到信号灯要变了 急忙拉着成俊跑到马路对面 惠真自顾自地说着话 成俊紧紧盯着她还没有反应过来 看着渐渐走远的惠真 成俊的心理乱成了一锅粥 她接到上司的电话心情有些烦躁 惠真进来送资料 成俊心烦意乱地离开 惠真看到桌上的销售数据 有些心疼成俊的压力 员工对着服装一顿狂拍 惹得成俊大发雷霆 她命人马上把衣服收起来 一个满手饰品的女孩刚碰到那件衣服 立刻就被成俊制止 她愤怒地责怪女孩不专业 并冷漠地把她赶出拍摄现场 惠真奉命看管服装 这时候同事小美却让她帮忙挪车 惠真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出去 殊不知她的离开给自己埋下一颗炸弹 金鹤找到夏丽告诉她 惠真要向成俊说出真相 为了减少对大家的伤害 她希望夏丽可以主动先去坦白 惠真将车钥匙还给小美 同事觉得惠真的爆炸头很好玩 惠真却说自己天生就是自来卷 成俊看着眼前的惠真思绪再次陷入了混乱 这时候模特忽然发现身上的裙子破了 惠真急忙跑上去查看 成俊再次暴怒 惠真跑到她面前道歉 没想到她直接解雇了惠真 这是一个小模特走到成俊面前 哭哭啼啼地说是自己弄坏了裙子 组长说那应该把冤枉的惠真叫回来 烦闷的成俊没有理她只是让他们尽快离开 夏丽不断地拨打成俊的电话 成俊看着手机上的名字不知道要怎么回应 她的心里实在有太多的疑问 惠真告诉夏丽自己被成俊开除了 想要说出真相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夏丽因为内心的愧疚趴在惠真的肩上泪流满面 不明真相的惠真反过来还要安慰她 隔天成俊看着惠真的座位出神 她拿起惠真的工作正想起她说过的话 可惜这份幸福被她的私心无情地断送了 金鹤把一本画册交给成俊 成俊碍于面子不肯妥协 金鹤说你是不是对惠真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才会这么严厉地处罚她 没想到成俊恼羞成怒 晚上她拿着画册在公交站等惠真 她偷偷跟着惠真来到公园 正准备上前和她打招呼 忽然被她的电话铃声打断 成俊看着开心的惠真还是不敢主动出现 这时画册突然掉进滑梯里 成俊伸手去抓也跟着滑了下来 没想到惠真就站在面前 成俊希望惠真能够回到公司 没想到遭到她的拒绝 成俊为自己当时鲁莽地决定道歉 可是惠真离开的心意已决 成俊的表情有些受伤 看着渐渐走远的惠真 她的心里非常失落 惠真本来想给爸爸一个惊喜 却无意中听到客户对爸爸的责难 她决定为了家人再努力一次 惠真对着成俊的电话号码 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 就在这时候成俊传来信息 惠真对着手机上的画面 下定决心改变自己 隔天惠真带着精致的妆容出现在公司 之前的同事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她来到办公室伙伴们 依然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此时电话铃声忽然响起 惠真华丽地回归 惊呆了办公室的小伙伴们 随后便是一片沸腾的欢呼声 成俊看着回来的惠真也欣慰地笑了 惠真看到桌上的洋葱被照顾得很好 转头看向成俊的方向 此时的成俊也正在看着她 两个人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 众人为这次的策划案积极讨论 成俊对大家的观点有些不满意 反倒是惠真的想法赢得成俊赞许的目光 两个人就这样一唱一鹤 观点竟然出奇地不谋而合 惠真的创意获得了大家的掌声 成俊把话策交还给惠真 并告诉她自己在里面添加了备注 她觉得惠真的这些想法让人感觉很温暖 鼓励她以后可以更多地去尝试 惠真受到成俊的鼓舞很高兴 成俊拿出一个礼物盒送给惠真 惠真好奇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工作牌 成俊说这是送给她的复制礼物 希望她能长久地戴下去 夏丽不敢面对成俊 内心因为长期忍受巨大的压力而晕倒 金鹤将她送到医院 醒来的夏丽因为自己的贪心而内疚难过 明知道成俊是闺蜜的初恋 可她还是无法自拔地陷进去 因为对她来说成俊也是自己的初恋 金鹤看着纠结痛苦的夏丽 竟然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她 夏丽看着惠真忙碌地身影 听着她关切的话语 想起她曾经带给自己的温暖 从背后抱住惠真深情地向她告白 惠真觉得她的行为有些反常 问她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 夏丽紧紧抱住惠真心里的负罪感 让她泪流满面 周年庆典活动如期举行 负责开场环节的成俊 却迟迟没有出现 惠真看到外面在下大雨不由地 为成俊感到担忧 此时的成俊正痛苦地趴在方向盘上 幸亏主编及时出现在台上 成功挽救了尴尬的局面 活动最终得以完美地结束 惠真看到姗姗来迟的成俊 她心疼地看着面前的成俊 默默地陪在她的身边 惠真听着同事在背后吐槽成俊 忍不住为她出头 成俊突然出现阻止了惠真 惠真义愤填膺地抱怨同事的行为 成俊却释怀地笑了 她很高兴惠真能站在自己这边 可是她也甘愿为自己的失误负责 组长让惠真试着写一篇报道 可是惠真表示自己完全没有信心 路过的成俊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站在海报面前 成俊发现身边的惠真 问她是不是喜欢这幅画 惠真急忙解释自己并不熟悉 只是看到她感觉很幸福 成俊说这是自己最喜欢的画家 惠真仿佛又看到小时候的成俊 忍不住笑出了声音 成俊问她为何忽然会笑 惠真没有解释 她将手机上的图片给惠真看 惠真却只看到一个赤裸的男人 成俊急忙遮住重点部位 向她解释图片的真正含义 惠真听完成俊的话若有所思 主动向组长申请自己尝试着写片报道 成俊听到惠真的决定欣慰地走开 惠真感激地看向成俊 表示自己一定会抓住机会 成俊也用行动为她的勇气加油 惠真为了自己的文章马不停蹄地忙碌 成俊看着她喝下自己偷偷放在桌上的饮料 露出一脸的一母笑 她在停车场遇见要外出采访的惠真 看着她积极热情地身影 忍不住默默为她加油 同时发现惠真拿错车钥匙 把有故障的车开走了 今后联系不到惠真情急之下跑出去 成俊此时也得知惠真的情况 忽然又看到新闻上的车祸报道 地点正是惠真要去的地方 恐惧立刻笼罩她的心头 成俊一路上都在回忆两人曾经相处的点点滴滴 她不由地猛踩脚下的油门 迫不及待地跑到交警身边 焦急地询问伤者的情况 身后忽然传来惠真的声音 成俊跑过去将惠真紧紧抱在怀里 这一刻她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惠真关切地问她 怎么能在下雨天开车到这么远的地方 她对成俊下雨天不能坐车的事一直铭记在心 成俊这才意识到 她对惠真的紧张程度居然让她克服了心理的障碍 她贴心地为惠真准备了毛毯 惠真紧张地想要推辞 成俊却宠溺地让她乖乖听话 这次惠真完全没有反抗 互生好感的两个人让车里的气氛既暧昧又尴尬 惠真伸手打开车在电台 没想到电台里播放的都是关于告白的歌曲 两个人听得口干舌燥 成俊将惠真送到家门口 想要对她说些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惠真边走边想着成俊对自己的关心 她嘲笑自己的后知后觉 终于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真心 就在她转身的那一刻 成俊也恰好开车离开 之后她对着惠真盖过的毛毯发呆 她的心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 惠真追到成俊楼下 看见回来的她正准备上去打招呼 却听到她对着另一个方向在喊自己的名字 惠真顺着她的方向看过去 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闺蜜站在那里 惠真感觉自己的世界崩塌 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是做亲人的闺蜜 居然一直在冒充她的名字 偷偷和自己的初恋男友谈恋爱 可怜的成俊还在为自己的变心感到万分愧疚 惠真想起之前种种可疑的迹象 可笑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 还傻傻地为闺蜜的爱情加油打气 她失魂落魄地穿梭在车流中 此刻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 主编让惠真把成俊的衣服送过去 惠真一脸的不可置信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她把衣服交给楼下的保安绝口不提自己的名字 只说是公司另一个女同事 没想到被身后的成俊当场拆穿 惠真把衣服交给成俊正要离开 被成俊邀请去家里喝茶 惠真推脱不掉只好硬着头皮上 这次她不再隐藏自己的心意 对着惠真说出了心里话 惠真看着她深情的眼神 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 于是紧张地端起茶水就喝 却不小心洒了一身 成俊拿来自己的衣服让她换上 惠真在厕所来回地躲步 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成俊的告白 成俊敲开厕所的门 看着手足无措的惠真 一边细心地为她挽起袖子 一边说自己并没有什么恶意 她只想说出自己对她的感情 因为她的出现总让自己想起 记忆中那个熟悉的声音 惠真心疼地看着成俊 她心里明白她的感受 可是此刻的她却什么也不能说 惠真讨也是得离开成俊家 一个人默默地靠在柱子上 她的心里又何尝不难过呢 金鹤让夏丽赶紧结束这场骗局 因为惠真已经知道了一切 夏丽看着沉默的惠真 告诉她一切都会回到原点 她感激惠真对自己的宽容和理解 成俊和惠真在美术馆再次偶遇 还在最爱的漫画前留下了甜蜜的合照 两人在分别前 惠真一有所指的和成俊约好明天见 夏丽送走客户正要给成俊打电话 忽然听到有人在叫她 看见站在身后的成俊 笑容在这一刻凝固了 事情到了最后 终究还是没有给她主动承认的机会 夏丽在看到成俊的那一刻瞬间释怀 成俊情绪激动地质问她到底是谁 夏丽想坦白一切 可是她再也没有资格去握成俊的手 面对成俊的逼问 她只能实话实说 成俊并不在乎她是谁 只想知道真正的惠真 是不是自己心里想的那个人 得到肯定的回答 她甚至都不给夏丽解释的机会 便头也不回地走掉 成俊的冷漠让夏丽感到了悲痛和绝望 成俊一路上都在回忆之前的种种巧合 那些曾经让自己混乱的瞬间 如今都得到了答案 此时的金赫正在向惠真告白 她轻轻地抱住她 惠真正要向她解释 电话忽然响起来 里面传来成俊温柔地问候 金赫对惠真做出最后的挽留 可是惠真却只能不停地说对不起 金赫选择忍痛放手 这是她送给惠真最深情的礼物 两个人焦急地寻找对方的身影 忽然成俊从背后拉住惠真的手腕 这场时隔15年的重逢 让他们都等了太久 成俊一边责怪惠真隐瞒自己 一边又自责没有及早认出她 她更加心疼惠真独自承受这一切 失而复得的感觉 让两人忍不住留下激动的泪水 惠真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拖出 成俊自责因为自己的过失 让两个人差点就错失了彼此 惠真以为成俊是听了夏丽的解释 成俊告诉她并非如此 惠真急忙赶回家中 看见正要出门的夏丽 她关切地询问夏丽的情况 夏丽装作一脸轻松地告诉惠真 事情既然已经解决了过程怎样并不重要 惠真正打算继续追问下去 夏丽却以出门约会为由 匆匆忙忙跑了出去 惠真无意中发现了夏丽写给成俊的信 一张张碎片拼接起来 惠真也终于知道了她对成俊的感情 惠真跑出家门到处寻找夏丽 终于在一个无人的地方 看见了偷偷痛哭的夏丽 惠真看着悲痛万分的夏丽忍不住湿了眼眶 第二天成俊想去牵慧真的手 却被她看似无意地甩开 惠真刻意和成俊保持距离 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成俊因为她的突然转变感到莫名其妙 惠真因为对夏丽的心情不能释怀 无法全身心地投入这段感情 成俊的满腔热情被狠狠地浇了一盆凉水 面对惠真的沉默成俊失望地离开 办公室的前辈怀疑惠真和金鹤在恋爱 他们之间的谈话被成俊听了去 于是她的脑海里开始回忆 两个人之前在一起的画面 和金鹤对惠真的告白 这时候惠真走进来送资料 成俊假装冷酷地对惠真公事公办 可是她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 惠真因为夏丽的逃避非常气愤 夏丽觉得自己种下的苦果就应该自己承受 她除了隐忍别无选择 两个好姐妹第一次闹得不欢而散 惠真因此搬离了夏丽的家 成俊想起和惠真之前的约定 决定和她好好谈一谈 电话另一头却传来惠真妹妹的声音 惠真父母看到小时候的小胖子 如今长成了高大帅气的男人 简直高兴得合不拢嘴 惠真万万没想到成俊会找到家里来 父母的热情更是出乎她的意料 他们拿出珍藏的果酒招待未来女婿 成俊坚持喝下这杯酒 没想到一杯就醉的体质再次上演 惠真父母看着熟睡的成俊 对这个女婿是越看越满意 惠真走进来急忙把父母赶走 自己却痴痴地看着这个男人 成俊这时候忽然酒醒过来 她想起了来这里的目的 成俊想知道惠真忽然改变心意的原因 惠真害怕成俊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才会对这份感情如此执着 成俊并不否认小时候的惠真是自己特别的存在 可是她也清楚地知道 现在的惠真才是自己爱慕的女人 惠真看着成俊真挚的眼神终于不再隐瞒 她不想因为自己的感情伤了夏丽的心 因为对她来说夏丽和成俊一样重要 夏丽一天不能走出来 她就一天不能安心地和成俊在一起 成俊蹲在惠真面前向她告白 再次坚定地说出自己的心意 然后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 感慨当初那个善良的惠真 原来一直都没有改变 隔天金赫一出现就被同事围攻 大家都猜测她是否要跳槽去对手家 金赫给了他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随后便走出了办公室 成俊看着离开的金赫若有所思 惠真心疼成俊独自承担工作压力 她觉得应该告诉同事们事情 好让大家一起商量对策 没想到成俊借此撒娇向惠真索要一个拥抱 可惜结果没有如她所愿 成俊看到金赫的简历和发表的文章 找到了她所住的酒店 可是并没有顺利地见到金赫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意外撞见了要出去的金赫 成俊看着金赫执意要离开公司 于是将目前面临的困难合盘拖出 她直截了当地恳请金赫 希望她能留下来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金赫看着一脸认真的成俊 却并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惠真没有联系到金赫 却意外得知夏立辞职离开的消息 她急忙跑回家中 看到的却是空空的房间和处理资产的纸条 惠真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机场 她心急如焚地寻找夏立的身意 可是茫茫人海她要到哪里去找 惠真将夏立的离开归咎于自己 她无助地蹲在地上止不住地泪流满面 惠真还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 路过的夏立忽然发现了她 惠真惊讶地看着夏立 急忙上去抱住她 看着如此紧张的惠真 夏立承诺自己会永远陪着她 姐妹二人的拥抱化解了一切恩怨 这样的感情实在太让人羡慕了 成俊因为工作的压力半夜被噩梦惊醒 于是来到惠真家附近的公园 惠真看出成俊的疲惫 问她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执着 成俊告诉她自己有守护同事的责任 所以她除了更加努力别无选择 之后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 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金鹤 这把成俊吓了一跳 金鹤在转身的一刹那浴巾忽然掉了下来 她无辜地转过头看向成俊 吓得成俊立马闭上了眼睛 金鹤将自己辛苦整理的设计方案交给成俊 没想到都是之前用过的 成俊对这些内容如数家珍 金鹤说是公司的危机引起她的胜负欲 所以她决定放手一搏 金鹤的回归让办公室一片沸腾 她看向成俊的方向 两人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 真正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成俊正在部署接下来的工作 鼻子忽然开始流血 大家紧张得一阵手忙脚乱 可怜的成俊差点被两个同事摇成波浪母 惠真借着送文件的时间询问成俊的身体情况 成俊为了向她证明自己没事 又是搬椅子又是抬桌子 惠真见状急忙阻止她 她还贴心地把成俊的咖啡换成了养生茶 即使是这样小小的关心 都足以让成俊感动 惠真看见成俊在办公室熟睡 同事们的吵闹声却响彻整个房间 为了给成俊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 惠真不惜下血本请全体同事出去吃饭 没想到刚刚安静下来的办公室 忽然被总编的女高音打破 惠真毫不犹豫跑上去堵住总编的嘴 总算让她安静了下来 惠真贴心地为成俊盖上毛毯 这温馨的一幕恰巧被进来的金鹤看在眼里 虽然她知道惠真的心意 但还是忍不住的失落 天真的惠灵向夏丽说起成俊的事 惠真气不过妹妹的口无遮拦 想尽办法阻止她说话 夏丽看着如此紧张的惠真 知道这件事必须自己来了结 夏丽送给惠真一双漂亮的高跟鞋 一开始惠真是拒绝的 夏丽重新将鞋盒放在她手上 鼓励她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惠真明白夏丽话里的意思 可是她害怕闺蜜会再次受伤 夏丽一再保证自己不会有事 她让惠真放心陪在成俊身边 成俊悄悄来到惠真楼下 因为时间太晚不忍心给她打电话 惠真在房间看着高跟鞋 想起成俊对自己的承诺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成俊一直就徘徊在她的楼下 惠真穿上崭新的皮鞋 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她忽然看到狗狗脖子上的方金 知道成俊曾经来过 于是决定不再逃避下去 惠真拿着方金一次次地追赶成俊 可巧合的是每次都擦肩而过 惠真无意中看到成俊给自己的自画像 这些不曾知道的幸福瞬间不禁让她潸然泪下 惠真拿着自画像来到机场 可是由于航班提前到达 两个人再一次遗憾错过 望眼欲穿的惠真不知道 成俊就晕倒在她身后的不远处 惠真急匆匆地赶到医院 看着病床上昏睡的成俊温柔地抚摸她的头 忽然成俊用力抓过她的手 让她躺在了自己的身边 两个人深情地四目相对 惠真终于敞开心扉 给了成俊一个温暖的拥抱 成俊激动地流下眼泪 这一刻她等得太辛苦了 成俊无比疼惜地看着惠真 深情地吻了上去 15年的等待和寻找在这一刻都是值得的 成俊诉说着自己的思念 两个人正甜蜜的你浓我浓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两个人急忙分开 主编亲自来看望住院的成俊 她的过分热情让成俊有些吃不消 可是为了掩饰躲在衣柜的惠真 她只好勉强应付着 好在主编另外还有约会没有长时间的逗留 成俊看着主编离开 急忙打开衣柜的门 发现惠真躲在里面还在祈祷 成俊看着可爱的惠真忍不住又想亲吻她 惠真主动闭上眼睛等待着 成俊见状忽然玩心大气 恋爱脑上头的男人也太可爱了 被爱情滋润的成俊心情大好 就连鸟屎掉在衣服上都觉得是件有趣的事情 成俊把注意力放在平板上 再一次撞倒在电梯门外 这一幕被后面的小职员碰巧看见 成俊不但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 还愉快地吹起了口哨 同时对她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 眼睛难猜测成俊正在谈恋爱 楼上的惠真竖起耳朵听着大家的分析 惠真偷偷来到成俊的办公室 看着成俊阳光般的笑脸警告她收敛一些 成俊一脸疑惑地问惠真为什么不能公开 惠真害怕给大家带来不便 坚持隐瞒两个人的关系 她让成俊像往常一样相处就好 惠真一步三回头对成俊千叮咛万嘱咐 成俊没有想到 她竟然还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惠真看着侃侃而谈的成俊 完全没有了小时候的胆怯 成俊习惯性的小动作让她联想到小时候的小胖子 忍不住笑出了声 惠真为成俊刚刚的演技点赞 成俊煞有其事地告诉她 自己批评她是公事公办 惠真忽然又觉得成俊不尽人情 捉弄女友似乎成了她生活的乐趣 惠真告诉成俊自己要去父母家 成俊因为见不到女友感到沮丧 于是决定亲自送她过去 两个人在家门口舍不得分开 被回来的妹妹撞见 于是成俊被迫坐在了饭桌上 一家人都对她热情招待 引起惠真的强烈不满 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家庭的温馨 妹妹提出一起拍摄全家福 家人邀请成俊和他们一起出镜 于是温暖的瞬间在这一刻被定格 之后愉快地和惠真挥手告别 转头看见回来的夏丽 两个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谈话 夏丽不断为自己的欺骗行为道歉 成俊也因为没有给她解释的机会 而感到有些抱歉 两人终于可以放下心结握手言和 成俊和惠真开始了甜蜜的情侣日常 她会因为惠真无心的一句话 大晚上亲自送来宵夜 他们在车里有说有笑 周围的空气都是浪漫的味道 不知不觉天色已经亮了 惠真忽然惊醒 她惊讶地看着周围急忙叫醒身边的成俊 成俊这时候也是一脸懵圈 眼看着上班就要迟到了 两人赶紧各自回家准备 办公室忽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对方一脸严肃地点名要见成俊 原来这是总部的高管 他这次来是为了提醒成俊失败的下场会有多惨 成俊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可是面对惠真的担忧 他也只能假装淡定 部门将会被解散的传闻 最终还是传到同事的耳朵里 组长生气地跑来质问成俊 成俊知道事情已经瞒不住 只好如实相告 组长因为成俊对大家的隐瞒情绪非常激动 他觉得大家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甚至都没有辩解的机会 他认为是成俊的独断专行 害得他们失去了争取的权利 于是生气地带着同事们离开 成俊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良苦用心会换来这样的结果 成俊想起同事们说的话 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的做事风格 如果能对大家多一些信任结果 是不是就会不一样 成俊神情落寞地来到车库 见到了等待已久的惠真 惠真知道成俊的所有努力 也心疼他选择孤军奋战的辛苦 他希望自己可以和他并肩奋斗 成俊含着眼泪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长久以来积攒的压力和痛苦 终于在这一刻得到释放 他疲惫地躲在惠真的怀里 享受着这份温暖和幸福 惠真和金鹤走进办公室 惊讶地发现出走的同事们都回来了 两个人高兴地相视一笑 惠真激动地抱着组长撒娇 反倒是成俊对大家的归来并不意外 成俊顺利搞定一个重要的人物采访 大家为此欢呼雀跃 每个人都摩拳擦掌卯足了镜头 准备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成俊周末回公司加班 看见惠真为自己准备的爱心便当 他察觉到饭盒还是温热的 于是急忙跑了出来 在楼下看到还没走远的惠真 两个人来到湖边野餐 安静地享受着甜蜜的二人世界 成俊把餐具放回车里 可是一转眼的功夫 就不见了惠真的身影 成俊紧张地四处寻找 就在他着急万分的时候 惠真突然从身后跑过来 却没有发现成俊的心不在焉 成俊看着眼前心爱的女人 想着他们之间经历的种种坎坷 他绝不能忍受再一次失去她 成俊将惠真轻轻抱在怀里 告诉他自己心里的想法 惠真看着眼前温柔的成俊 相信他一定可以度过这次难关 这也算是他给成俊的回答 成俊听到这个答案激动的亲吻惠真 此刻的他们还不知道 一个巨大的危机正在降临 原计划定好的人物采访 因为对方的黑色新闻被迫终止 成俊为此备受打击 大家因为错失最后的机会哀声叹气 眼镜男忽然说起最近热门的畅销作家 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人物 再次激起大家的斗志 惠真时刻为成俊加油打气 他的存在总是能带给成俊温暖 大家看到胜利的希望渺茫 开始担忧成俊的将来 惠真听到这里不免有些伤感 惊鹤看向失落的惠真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成俊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 很是怀念那些吵吵闹闹的时光 惠真坐到成俊的身边 在他面前成俊不必伪装自己的坚强 他安静地躺在惠真腿上沉沉睡去 惠真看着身心疲惫的成俊 心疼地流下了眼泪 金鹤看着难过的惠真 他的心也跟着疼起来 金鹤打电话把惠真骗出门 强行把他推上车 两个人开开心心地在游乐场 度过了刺激而又无聊的一天 金鹤决定和惠真做回好朋友 他半开玩笑地告诉惠真 自己多希望能比成俊早认识他 这样陪在他身边的就是自己了 真的到了要分别的时候 金鹤最后一次说出他的真心话 然后不舍得和惠真机长告别 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流下来 成俊惊讶地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神秘作家主动约他过去见面 成俊准时来到约定的地方 此时他才终于知道 平时吊耳锅的金鹤居然就是那个神秘作家 金鹤把一段录音交给成俊 让他发表在最新的杂志上 成俊知道他隐藏自己的身份一定有苦衷 于是神情严肃地质问他 忽然选择公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金鹤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自顾自地准备发表了照片 成俊不想用别人的隐私为自己赢得胜利 可是金鹤却铁了心要这么做 因为他知道只有帮成俊完成任务 才能让惠真永远地幸福下去 成俊认真听完金鹤的留言 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公开他的报道 可没想到还是在最新出版的杂志上 看见了关于金鹤的文章 神秘作家的身份被公开 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也让办公室的同事惊讶不已 惠真看到文章想起金鹤的话 他迫不及待跑出公司去找金鹤 在楼下见到回来的成俊 成俊告诉他金鹤已经离开 并将他的录音交给惠真 惠真留着泪听完金鹤的留言 为了他金鹤真的是付出了太多太多 成俊收到总部的表扬和肯定 可是他却丝毫没有成功的喜悦 成俊和惠真来到公园 等他买饮料回来却看不见惠真的人影 就在这时候 相似的一幕又出现了 成俊告诉惠真自己决定回绝总部的升职奖励 因为这场最终的胜利并不是他的功劳 而他之前承诺的求婚有可能要无限延弃 他想和惠真分享的 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他希望惠真能一直陪在他身边 一起见证那个神圣的时刻 被心爱的女人求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成俊看着语无伦次的惠真 知道他想完成自己儿时的梦想 成为一个出色的童话作家 他很庆幸惠真能跟自己分享心事 而不是一味地迁就他的步伐 他不希望惠真的人生有任何的遗憾 惠真因为成俊的善解人意 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他们之间已经不需要过多的语言 可是成俊郁闷的是 自己准备好的浪漫求婚就这么被打乱了 惠真听到这里喜出望外 成俊却故意卖起了关子 他想和惠真再完成一次小时候的拼图 惠真的心思却完全不在线 他一次次试探成俊却都被他挡了回去 他心有不甘地去捡地上的拼图 成俊快速把戒指放在拼图上 给了惠真一个大大的惊喜 成俊依依不舍地问惠真能不能留下来 惠真自然知道留下来会发生什么 于是尴尬地找了两个借口要回家 成俊爽快地答应送他回去 看着成俊轻易地放过了自己 惠真立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走到楼下时成俊发现没带车钥匙 正准备回家去哪 这时候碰巧路边停下一辆出租车 惠真像逃命一样跳上出租车离开 成俊一脸幸福地欣赏着手上的戒指 忽然传来一阵门铃声 他疑惑地走到门口 惠真正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外 他心虚地一边偷瞄着成俊的反应 一边为刚刚回家的借口做解释 成俊等不及他吞吞吐吐地说完 便一把将他拽进了房间 所有的语言此刻都将化作实际行动 来温暖这浪漫的夜晚 成俊将惠真送到工作室 自己则准备起身前往国外 惠真尊重成俊的想法 不在机场上演生离死别的戏码 两个人在工作室外依稀别 成俊眼巴巴地等着惠真一起视频吃饭 一切准备就绪 成俊看着惠真面前的办法 手里的三明治瞬间不香了 他隔空让惠真喂他吃饭 惠真看着可怜的男友 感觉他快要疯了 两个人一想到还有一年才能见面 一口同声地发出一声长叹 惠真接到成俊的电话 知道他忙得生病 他有些自责自己没有陪在他身边 夏立大老远跑来看望惠真 两个好姐妹愉快地共进午餐 夏立看着神采奕奕的惠真 知道他的选择没有错 他真心地为好姐妹感到欣慰 惠真送走好朋友再次给成俊打电话 没想到对方已经关机 惠真像往常一样打开视频 可是成俊却始终没有出现 惠真尝试着再次拨通他的手机 里面传来的依然是关机的提示音 惠真因为联系不到成俊 整个人都显得无精打采 就连最爱的工作都没有心思再进行 心不在焉地想着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惠真从工作室出来 想到失去联系的成俊 他试着又一次拨打他的手机 这次终于听到了成俊的声音 惠真焦急地询问他的情况 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 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成俊 惠真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激动地扔掉雨伞狂奔过去 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 此刻就是大雨中最美丽的风景 成俊告诉惠真 自己是辞掉工作卖了房子回来的 短时间内需要他来挣钱养家 惠真却一脸认真的开始计算 养活这么一个大男人需要多少钱 成俊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 坦言自己已经找好了住所和工作 惠真回到自己家 正要拥抱好久不见的爸爸 忽然发现成俊也跟在后面进来 原来这就是成俊找到的新住所 他正要对成俊发火 被爸爸及时拦在了中间 成俊乖巧地躲到了一边 全家人对成俊的偏爱 让惠真有些出乎意料 成俊偷偷来到厨房 在惠真的额头留下深情一文 成俊形容两人现在的状态 俨然就是一对新婚夫妇 惠真害羞地喊了一声用力 将成俊撞飞了出去 惠真想偷偷看一眼成俊 当他悄悄推开中间的门 才发现成俊也正看着他 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甜笑着 此刻的他们应该是幸福和满足的 惠真发现父母偷偷放在他包里的存折 母亲的留言让他感动得泪流满面 那是父母省吃俭用给自己存的嫁妆 成俊看着哭得一塌糊涂的惠真 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他们家的一份子 实在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成俊还是没有改掉走路看平板的习惯 他习惯性地走进原来的办公室 副编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成俊因为工作的事情斥责同事 就在大家情绪低落的时候 他忽然转身回来 将一个信封分发到他们的手里 并当众宣布自己要结婚了 同事们一脸震惊地看向他 成俊害羞地急忙跑开 请捡上新娘的照片就像是一颗炸弹 让办公室瞬间炸开了锅 夏丽精心地为惠真准备了一场聚会 庆祝她告别单身 并且还亲手为她制作了花环和手捧花 夏丽真心地祝福惠真能够长长久久地幸福下去 这对姐妹花的感情实在太让人羡慕了 婚后的惠真继续忙着她的写作生活 反倒是被冷落的成俊 想方设法寻求惠真的关注 她感慨自己结了婚法更像是一个人 惠真和上电脑露出一脸不怀好意的笑 成俊干脆直接将她连人带椅子一起拖进卧室 两个人的生活处处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他们真的把现实的生活过成了童话中的样子 至此韩剧她很漂亮迎来大结局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我是杨诚说句我们下部剧见